阿晴 阿晴 君王殿下 你原来在这儿 我家姑娘呢 晴儿 你又说 你还要说什么呀 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 姑娘被赶出去了 我就要问问君王殿下 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是 圣旨到 奉天承运皇帝至宝 特命君王李清流 与兵部侍郎之女杜晓仙 于三日之后成婚 钦此 什么 君王 君王 臣戒指 君王不用担心世间仓促 李部上下已经全力度完此事 原相特意吩咐 说陛下在昏迷之前 还下了另外一道口语 打婚之前 君王万万不能出府 多谢提醒 这两个人不出 果然是个后患啊 翅膀硬了是不是 姓洞的监察案的时候 我就告诉过你 在曹玉没拿到之前 谁也不能动她 是不是为了你的女儿 想借机把她给杀了 下官不敢 大人恕罪 下官早已将度假 一切身家性命给了大人 下官只是 只是想起德飞的事情 到现在还心有余悸 夜不能寐 下官还真是怕有一天 会查到我们头上 让德飞死 就是要让她顶我们 所有的罪 是是是 多谢大人之前 将我的命保住了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皇上太过软弱 没几句话就把姓龙的给放了 不过也没关系 我自有办法 只要有一个人 还在我的手上转着 我就不信剩下的人 不自投罗网